自然堂小子瓶精华 直击熬眼黄金七天细腻透亮 好记性 导演 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导演说了 瓶身上的光不要打毛 打毛 像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养猫呢 一点猫毛都没有 导演 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吗 导演说了 小子瓶精华不要有缝 放缝隙 好导演说了 开拍 三 二 一 开始 肯定有问题 瓦云 你跟那男的的关系 我觉得有点不一般哪 真是很感觉我在这里的 瓦云 瓦云 那我一直觉得呢 你跟那个男的关系不一般 如果你们两个是一对的话 你就告诉我 那到时候 那我就得搬上去了 瓦云 我一直觉得那个男的他就在骚扰你 如果他骚扰你的话 你眨眨眼 你告诉我 我 我能怎么样 晚上吃饭吗 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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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把那个小壁池给干趴下 而且今天早上 林奇微信话我们要放 我们都没改 太讨厌了你们 我还以为你今天要放鸽子呢 那不能够啊 我们生平最讨厌放鸽子的人了 我接个电话 喂 莫姨 猜猜我在哪儿 您呢 开会呢 知道啥事 我在你家楼底下呢 你在我家楼下干吗 我们家小朱里在这蹲守一天了 说你家住了个男人 这是啥 老是交代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找人监视我 刘铁柱 不是啊 你别叫我真名嘛 你呢 感情经验薄弱 容易被人骗 我就把你先见见他 把你妈妈关 我现在就上楼 等着验授我的称呼吧 刘铁柱 你别乱来啊 你不会是要 不好意思啊 江湖救济 来了 你是谁 为什么在莫姨家里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为什么要回答你 我是莫姨 好好成一百的好朋友 哦 那你们以前住一些 不是 我在问你呢 你为什么在这儿 你谁啊 我暂时住在他家里啊 住在这儿 嗯 你住你间 你之前住哪儿 我就住哪儿啊 我之前住哪儿 你干嘛老反问我呀 你心虚了 我 我心虚什么呀 你们两个 该不会已经 我住在他室友的房间 你敢发誓吗 你要是说谎 出门忘带钥匙 上厕所忘带纸 下去忘带伞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你心虚了 你敢不敢指示我的眼睛 是你不敢吧 我不敢 什么不敢 你不敢承认你们两个 曾经是男女朋友呀 不敢承认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跟他男女朋友 我跟他 大哥 我用我的美貌给你发誓 我们只是普通的男女性朋友 懂吗 不行 你不信 我问你 比如你认识你女的 你俩从小一块长大的 一零二车一张一零二巢 你会对她有感觉吗 为什么不会 大哥 不是我的菜呀 而且人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谁呀 我又再挑战我的耐心了 你要是再给我说你是谁 我就报警了 好的 我承认这是一场意外 我是一个不小心呢 从电视机里穿越出来的 现在电视坏了 我只能等电视机修好了之后 才能穿越回去 懂 电视里面 穿越过来的 聪明 你不但套路吧 侮辱我的智商 还拿一个没消完的破苹果 让我来接受这一切 我今天要不逗你 我就不去听了 我 你给我松开 松开 你给我松开 你这个人 你最够我 你给我松开 来 我们平时就是这么甜蜜的 天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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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